哈喽,大家好,我是Luna,又名二撒 今天我们来继续二撒说博士的单元 前两期视频之后呢,有好多朋友私信我关于PhD期间经济方面的问题 点开这支视频呢,你可能也对全讲PhD有些疑惑 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OK,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 首先声明一下,因为我自己是在美国读书 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也都是在美国留学 所以今天讲的呢,仅仅是针对于America,对于欧洲可能会不太一样 那其实对于美国全讲呢,简单概括就是Tuition Weaver和Assistency 再简单一点,就是可以拿着点工资免费上学 Tuition Weaver呢,其实就是学费全免了 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美国的学校学费是蛮贵的 公立学校一年能到三四万的 那私立学校呢,就更是贵的没边了 读博士嘛,也是学生的身份,也是需要修学分的 那Tuition Weaver呢,就帮你把这部分的学费全免了 那除此之外呢,学生保险也是一个不小的费目 一般来讲,读博的话,学校是会把学生保险的大头是给你出了的 另外,像我刚才说的,博士是有工资可拿的 毕竟也相当于一份工作,虽然不像社畜那样 但还是可以有一点工资拿的 那工资来源呢,主要是Assistorship和Fellowship Assistorship又包括Teaching Assistantship和Research Assistantship 简称TA和RA 字面意思就是助教和助研 那很多学校在博士的第一年或者前两年都会要求你去做TA 也就是要代课给本课生讲课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多学校对于托福口语是有一个分数限制的 那TA的钱呢,一般是学院来给,毕竟是给学院干活嘛 RI呢,就是实验室干活的工资,是导师从自己的funding里拿的 那如果导师自己的funding有限的话 可能就会一直要求你做TA 这样他就可以白嫖你的劳动力 比如说我 因为我们还是国际学生的身份嘛 法律要求Assistorship最多只能占50% 而无论是RA还是TA 都会把这每周的20小时工作量给占满 所以额外打工赚外快是并不允许的 关于Assistorship具体的金额呢 录取信上会写的很清楚 那大部分美国学校提供的基本都是2万到3万5 这个区间范围内 这个金额一般是和学校所在地的具体的消费水平是直接挂钩的 其实呢,大家都是不太想做TA的 毕竟实验室班专的工作量不能少 而做TA的话又会多出来很多很多的杂事 如果和老板商量能够尽早转RA的话 还是要尽早转成RA 除了RA呢,其实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Fellowship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如何准确翻译Fellowship这个单词 我们姑且称它为奖学金 对于博士生的Fellowship其实还是很多的 但是对于国际学生 尤其是我们中国学生 Fellowship就比较少了 因为大部分美国这边的Fellowship 它就要求你是美国公民或者是有绿卡 这一下子就把我们都画出去了 所以进入学校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周边的美国人 基本上都是可以自带Fellowship录取的 无论这些Fellowship是来自国家 还是公司 都要求身份 另外对于你是从美本毕业 还是国内的本科毕业 能够拿到Fellowship的几率 好像也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也有学校是会对于 特别优秀的学生在录取的时候 就会给你提供一份Fellowship的 比如之前录取我的Rudget 虽然我没有去 但是他给我的Offer Letter上 既有Assistantship那一部分的钱 又给我提供了5000$的Fellowship 而且也有许多入学之后可以申请的Fellowship 只有需要大家平时多关注一下 学校或者学院的信息 如果符合申请条件的话 还是尽量多申请一些 那下一个问题 Fellowship和Assistantship可不可以叠加呢? 对于我所了解的大部分学校而言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有Fellowship并且金额足够的话呢 那学校就不会再给你Assistantship了 但是也有例外 比如我所了解到的NYU纽约大学 他们平时的工资并不是以RA的名义上去发 而是以Fellowship的名义去发 这样如果再做TA的话就可以叠加 所以每年运气好的话 最多可以拿到六七万刀 报复 这个操作真的是太厉害了 另外Fellowship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上税 而TA和RA这样的Assistantship 都是需要交税的 那关于Fellowship、Assistantship 这些具体的问题呢 每个学校每个学院可能规定的都不太一样 更细节的问题 还是咨询同专业的学长学姐比较好 关于拿到的钱 够不够搭 正常生活这个问题呢 其实关键还是看自己怎么花 学校订的这个钱呢 其实还是可以保证大家正常生活的 但真的完全看自己 公寓多挑一挑 平时买菜的时候多算计算计 然后攒一攒钱 出去旅个游 还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还有朋友问我 出国读博需不需要家里出钱的问题 我个人想法呢 在你刚来的时候是需要的 因为一般公寓都是需要交定金的 而且出来驾到还有许多生活用品啊 家具要买 可能还会有买车的需求 这些在初期呢 都算是比较大的开销 但是都置办好了之后 慢慢的就可以攒下来钱了 我周边读博的朋友 其实大部分都是普通家庭出身的 所以大家对于经济方面 其实不需要有太大的顾虑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这期视频 能够让你对于美国全奖PHD 多一些了解 也祝每一个看到这里的你 平安健康 拿到自己梦想的offer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提出来 或者私信我 那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请收藏投币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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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